近日有美国学者看文预测了2018年的五个最可能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对点 其中台湾不止榜上有名还被排在了第二 究竟美国学者排出的榜单有什么样的依据 而台湾是否真的会成为火药桶 今天就这样一些话题为您邀请到两岸的两位嘉宾来展开解析 台北我们邀请到的是时事评论员赖岳谦先生你好 李宏好 滕先生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北京本台特约评论员滕建群先生您好 赖先生好 主持人好 观众朋友们好 好 那首先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美国的这位外交学者在国家利益杂志上发表的评论文章 近日美国肯塔基大学讲师罗伯特·法利在美国国家利益杂志上刊文 预测了2018年五个最可能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地点 台湾不止榜上有名还被排在了第二位 文章分析称美国将国防授权法变相塞入了涉台条款 引发了中方的强烈不满 中国大陆军事活动在增加 美国借批评中国大陆军事活动之机 宣布将出售大量武器给台湾 不过由于朝鲜问题 特朗普政府需要中国的支持 导致美国的立场相当矛盾 不确定性也在增加 将可能导致中国大陆与台湾的冲突加剧 针对这样的预测文章 平时一直高呼争取所谓台湾国际能监度的绿营 第一反应却是趴得要死 我们看到美国的这位外交学者 他把2018年最可能爆发世界大战的五个地点都列出来了 其中的台湾排在了第二位 那么现在大家都有这样的疑问 他为什么会把台湾排在第二位 他所给出的依据是说 现在的国际形势包括两岸关系 有可能导致中国大陆跟台湾之间爆发冲突 您觉得这样的一个依据站得住脚吗 应该说这个依据还是比较牵强的 因为我们都知道法利这个人 他实际上连续几年在国家利益杂志上 发这种这个耸人的文章 每年的话 特别是年初都要发一个 这个爆发第三世界大战的几个点 那么今年把台湾排在第二 排在这个朝鲜半岛之后 主要依据也是这个 你刚才讲的两岸关系发生了变化 国际局势也发生了变化 我觉得从三个方面解释这个问题 第一个就是从台湾岛内 因为我们知道蔡英文上台以后 继不承认九二共识 所以是两岸关系出现了很大的倒退 不管是政治层面的互动 经贸往来 还有人文的往来 大幅度的停滞 那么对于岛内来说的话 现在我们看到冤神在道 包括一些在野的 还有一些百姓 对蔡英文这种大陆政策 应该说进行激烈的批评 这个是台湾方面 那么从大陆来说的话 我想中国最近几年明显的加强了 在这个地区的军事活动 包括我们的红6K 还有其他的作战飞机 在绕岛飞行 或者是西出台北洋 进行这种长途的演习训练 所以国际社会感到了一定的压力 台湾倒内也感到了一定压力 另外一个就是美国的因素 特朗普上台之后 特别当选之后 我们看到他接了蔡英文的一个越洋电话 而且当时也讲了 台湾当局买了美国那么多的武器 他接个电话都不可以 他的理由就是说 因为台湾买了美国的军火 所以作为美国的即将上任的领导人 接个电话完全是可以 他完全是没有边界的这样一种说法 他把台湾看作是一件非常渺小的问题 但是上台以后我们看到 包括蔡英文其他再次跟他通话 他拒绝了 他也知道台湾问题在中美关系当中 在地区事务当中不是个小事 所以综合起来看的话 既有岛内的问题 也有我们维权加大这种力度的考量 同时美国试图拨动台湾这一个鞋 来牵着中国 这个也是非常明显的 所以这种各种力量的互动 形成了现在这样一个僵局 那么国际学者 包括美国的这个学者提出来 台湾地区非常危险 我觉得这种说法有点耸人 毕竟从大的方向来说的话 中美关系现在是稳定的 那么两岸关系尽管出现了一些倒退 但是爆发这种战争的可能性 也是非常靠后的 不可能马上就爆发战争 而且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 这种耸人的论调 我觉得我们必须要给批判 虽然说依据是非常牵强的 但是刚才您也提到了 因为两岸关系的这样的一种兼局 因为蔡英文现在的这样的一个 执政的台独理念 致使现在在国际社会 普遍都关注台湾问题 以及两岸之间 可能会爆发冲突的可能性 我们注意到 这样的一个预测文章出来之后 各界有各样的不同的反应 比如说台湾的绿营 他们就对外宣称说怕得要死 那么他们怕的是什么 他们是如何来评估 这样的一份预测的可能性的 是这样子因为蔡英文的当局 他们很明显的就是操弄过头了 那么惹祸了 他们自己也发现事情蛮严重的 主要的原因在哪里 我们都知道美国的参议院跟众议院 会提出有关于军舰的互靠的问题 他们本来只想刷存在感 也就是说向台湾的岛内的民众做宣传 说你看美国的国会是支持我们的 不用怕不用怕 但是问题就在于当他的整个 在华盛顿的公关公司 那么下了很大的功夫 起了一些作用的时候 美国的行政部门 他刚开始的时候是不太支持的 他也不赞成的 所以当这些消息出来的时候 我们看到了当时蔡英文 跟我们的防务部门的主管 马上就说 欢迎美国的军舰停靠台湾 当他讲出这句话的时候 那最终美国的国会通过了 有关于美国的军舰那么停靠的 这样的一个国防授权法案的时候 那特朗普也签署了 一签署了以后 我们看到整个在台湾的内部 还有接二连三的这样的一些评估都出来了 说台海之间发生冲突的可能性在增高了 特别是当李克星在美国纽约发表了 就说美国的军舰停靠台湾的时候 那就是武装统一台湾的时候了 这样的一个情形下的时候 我们已经看到了中国大陆把他的红线 把他的底牌亮出来 台湾没有决定权 决定权在哪里 决定权变成在美国 台湾变成一个旗子 在这样的一个情形下的时候 引起了台湾内部的很多的民众的不满 很多的民众 很多的学者 甚至政党都说 你蔡英文你操弄到最后 把我们台湾变成美国的一个旗子 把我们台湾的安全 自在哪个地方上去 我们要两岸和平的 我们不要两岸战争 你怎么可以这样搞 这个时候我们看到这些台独的 他们紧张了 他们害怕了 因为他们也担心 如果真的美国把台湾当牌子来打的时候 那如果两岸真的爆发冲突 那就是台独的灭亡之日 这个时候他们开始恐惧 开始害怕 他们想要降低这个调门 那么另外一个部分就是 台湾由于年金改革的关系 所以造成了台湾的军人 这些退役的军官 他根本不愿意作战 现役的军官也不愿意为台独而战 所以他很清楚地看到 台湾的内部一定会因为这样而分裂 因此对蔡英文来说的话 操弄过头惹祸上身 他自己本身就往后退了 那我们也看到有很多台湾的学者 他们对2018年的两岸关系 持非常不乐观的态度 那这是不是也是社会上的一些专业人士 对于2018年的两岸关系 给出的一个评估 那么针对这样的一个评论文章 对于台湾目前所处的这样的一个 紧张的态势 在结合目前台湾学者方面 给出的这样的一个评价 那是不是意味着 目前蔡英文当局面对两岸关系 其实他是没有办法 而且是非常僵硬的 是的 因为蔡英文一直不肯承认九二共识 而且我们知道责任就在蔡英文 蔡英文自己也知道责任在他 国际社会也都知道责任在他 因为他是改变的那一方 所以他不会站在礼日上 他没有站在礼日上的时候 我们造成了两岸关系的紧张 从原来的这个僵持到对视到对抗 然后到现在从冷对抗 大家担心发生到热对抗 而且蔡英文看起来 他一意孤行这样走下去 他一意孤行这样走下去 可是国际的局势一直在变化 东北亚的局势在变化 很多的情况在变化的时候 如果蔡英文他操纵不慎 或者是美国也介入里面来的 我们看到美国在目前2018年 和2017年到2018年 只要有美国介入的地方 地方就动乱不堪 我们看到不管是在这个叙利亚 北部也好 在伊朗也好 我们看到在东北亚的朝鲜半岛也好 只要有美国的地方 哪个地方就不安定 那美国如果也介入了台湾的问题 操弄台湾牌 然后呢 引起两岸之间的冲突 这个都是有可能的事情 所以台湾的学者会忧心忡忡 就是因为一个僵硬的 这样一个对大陆政策 而且呢 责任方在蔡英文的这样的一个 不肯承认九二共识的情况下 我们很明显的看到 这样的一个两岸之间的风险 高度的存在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忧虑的原因 该学者分析称 美国的插手 加剧了两岸关系的不确定性 美国未来在两岸关系中 可能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而台湾民众对美国的干涉 有着什么样的反应 请继续收看海峡两岸 现在台湾方面的学者呢 也都认为说 两岸关系的未来可能非常的不乐观 那我们注意到美国方面 就像您刚才谈到的 他们也很想拨动台湾的这根弦 为什么因为蔡英文在搞事情 他们注意到蔡英文在搞事情 想要搞所谓的台独 那刚好利用这样的一个机会 来增加跟中国方面 进行大国交往时的砝码 所以说在2018年 那么美国方面在两岸关系当中 它会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这个是值得我们关注的一个问题 从历史上看的话 美国从来没有离开台湾 特别是干涉中国台湾的事务 那么我们知道 正是由于美国的介入 现在出现这种分裂状态 那么从特朗普本人来说的话 他更多的是一个 漫天要价坐地还钱的 这样一个商业总统 他考虑的是眼前利益 刚才讲了 如果说台湾能够 继续大量的构建 美国研发的这种武器装备的话 那特朗普 他巴不得这样做 所以他做一个出售军火的地点 特朗普会撬动台湾问题 过去一年特朗普实际上到处推销军火 到处这个煽风点火 包括我们看到在沙特 他签了这个1000亿美元 大单之后 马上又挑拨沙特 去跟这个卡塔尔进行 这种这个对抗 那么卡塔尔也比较这个聪明 也买了这个美国的战斗飞机 那么这些的话 实际上特朗普一贯的一种 这个商业的这种这个作为 那么他会跟植到这个台湾事务当中 所以我觉得2018年最大的一个挑战 美国的话可能会向台湾出售武器 这是我们必须要警惕的一个方面 另外从这个西太平洋地区 整个一个格局来说的话 奥巴马实际上在任8年的话 他想着撬动这个台湾问题 如果看一下的话 从朝鲜半岛到南海 整个一个几个点的话 这个奥巴马总统的话 实际上全给他点燃了 但是台湾没有这个很大的波动 我觉得这决定于这个两岸 这个领导人的一个共识 大家都希望维护两岸的稳定 这个不单单于利好于台湾 而且也利好于这个中国大陆 所以它是一个这个利好于这个地区的 这样一种这个选择 所以你认为说在奥巴马执政时期 之所以没有撬动台湾这张牌 是因为两岸关系进行了良性的互动 而当时的执政者的理念是跟大陆展开和平交往 而且是在九二共识一个中国的原则下 所以让美国方面没有办法打台湾这张牌 这只是一个因素 因为我们看到中国大陆力量的发展来说的话 实际上在这个地区 我们维护这个国家统一 维护主权的这个力量和决心 都已经这个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我们现在有能力 对于岛内的任何的这种分裂 这个趋向都会进行这个遏制 如果说真的 包括参与当局宣布独立的话 按照反分裂法 我们完全可以宿主武力 而且这个我们准备也是非常充分的 我们知道从上个世90年代开始 我们就提出来 在东南亚海打赢一场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 实际上就是在这个对着台湾过去的 我们所有的战备 我们所有的武器装备发展 都是为未来这个一旦岛内出现 包括分裂这种情况的话 宿主武力 这个是我们的一种选择 所以说我们现在就可以想象 刚才赖先生得出的这样的一个观点 就为什么绿营首先表现出非常恐惧 非常担心的这样的一种心理 因为大陆方面有用武力解决台湾问题的能力 而且呢也有这样的一个决心 一旦台湾方面用台独来触碰两岸关系的底线的时候 那么对于台湾民众或者对于绿营人士来说 他们根本没有办法去承担这样的一个战争的后果 所以说目前台湾民众他们的心态是什么样的 台湾民众怎么来看这样的一种预测 竟然把台湾已经列到了第三次世界大战的这样的一个 排名第二的榜单上 台湾民众也会和绿营民众一样 持有如此害怕和恐惧的心理吗 台湾的民众是不满的 台湾的民众是有忧虑的 台湾的民众目前对于这个蔡英文 他们想要变成美国人的棋子 绝大部分的台湾民众是不答应的 只有一小部分的台独 他们说我们可以当美国人的棋子 可是广大的台湾民众是不答应的 我们看到了好多的民调 而且是一直坐下来的民调 有一个共同点 就是台湾的民众对于蔡英文的 对大陆的政策 就是两岸的政策是非常的不满 他们希望要改善 他们希望应该要回到过去我们两岸之间的和平 发展共融的这样的一个态度 最新有一份这个综合的情势报告 这个报告在台湾是比较受重视的 那么这份的报告里面的调查 对于年轻人的调查里面 显示出有很大的一个方向性的变化 什么样的变化呢 也就是说有越来越多的台湾人年轻人 他认为他是中国人 这个成长的比率是一直在上升 那他认为他是台湾人 也是中国人的比率也在上升 那认为他是台湾人 不是中国人的比率在下降 另外还有一份报告也显示出 目前已经有高达37%到39%的台湾的年轻人 很愿意到中国大陆去工作 去那边生活去发展 这样的一个整个态势就跟蔡英文 他刚开始执政的时候 或者是在马英九执政的时候 产生了方向性的变化 我们相信如果这个方向一直走下去的话 在台湾台独的支持度会一直下降 那么认为自己是中国人的比例会一直升高 我们很明显的从这样的一个统计数字 从这样的一个大规模的一个调查 其实就告诉我们 台湾人不接受台独 台湾人也不愿意蔡英文搞台独 搞得两岸关系紧张 这就是台湾民众的主要的看法 那么台湾民众对于美国插手两岸关系 他们有什么样的评论吗 如果说美国一再的把台湾当棋子 当排打 想要撬动中美之间交易的这样的一个砝码 那么台湾民众有什么样的评论呢 他们不答应的 其实我们台湾目前看起来只有少部分的民进党的人 他们会想紧抱美国的大腿 例如说民进党的一些立法委员 或者是民进党的一些主要的成员 但是广大的台湾的民众现在都有自主性 有自己的认知 他很清楚的知道 我们为什么要当美国人的棋子 我们为什么要当美国人的炮灰 我们为什么要扮演美国人的一个棋子 来去破坏中国大陆在整个一带一路的发展 跟中华民族复兴的过程中去做一个绊脚石 然后去把台海的之间弄得紧张 然后去阻止它的发展 然后让台湾当成炮灰 对不起台湾的民众不答应 所以我们看到在美国在台湾的影响力 事实上是逐年的下降 以往美国在台湾的影响力是非常高的 美国人一讲话的话台湾都会紧张 现在我们很明显的看到 这个美国在讲话有关于台湾问题的时候 台湾的民众已经有自己的自主性 他不答应也不会接受这个民进党 或是美国插手台湾内部的事情 除了搞台独的 在岛内的这些台独分子以外 那我们看到就是岛内的人是认为说 台湾方面如果说一再这样一意孤行下去的话 那么即使说第三次大战不会爆发在台湾 台湾也很有可能成为火药桶 为什么 因为大陆方面就像刚才我们探讨的 有决心又有能力 那么如果你一意孤行的话 那很可能会引发局部的冲突 那么局部的冲突台湾我们看到了 它的整个的局域是非常狭小的 那么受苦的就是台湾人民 那么这个火药桶的问题怎么解决呢 我觉得还是回到九二共识上 你刚才讲了有决心有能力 另外我们还有一个法理的依据 我们有这个反分裂法 这个是授予我们国家 包括中共解放军这样一个权利和义务 必须要维护国家的统一 这个是一不容辞的责任 那么从整个一个地区来说的话 我想台湾岛内的话 现在实际上被一小撮 包括蔡英文这种具有非常深重的 台独思想影响的 就是这些领导人的绑架 对台湾老百姓来讲的话 比如说我们到台北去的话 老百姓看到这个大陆的游客少了 他们也是怨声载道 这个是切实能看到的一些具体的反应 所以两岸的良好互动 不管从政治层面 还是经贸往来 以及人们交流 都是利好于双方的这样一种安排 那么岛内的一小撮人的话 利用自己控制的台湾岛的权利 来推行他自己的一些 这个思想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自私的和狭隘的 所以从整个一个海峡两岸的关系来说的话 我们要有充分的准备 要应对这一小撮人 毕竟他们在岛内的话 有一定的这种市场 有一定的这种气候 那么必须要多方面进行充分准备 同时我们在国际上也要张势我们这种 维护国家统一的决心 这个是必不容辞的一个责任 另外我们还需要通过我们的政治家 通过我们的军人发出这种维护国家统一的声音 这个是必须要给台湾岛内的这些分裂势力 还有国际上包括美国在内一些企图 利用台湾来牵着中国的 让一些政客们一个清晰的信号 中国在台湾就不会妥协的 当然大陆方面的这样的一个工作或者是措施 一定要准备的非常全面 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到在岛内 他们持有一个什么样的这种执政理念 和与大陆进行交往的这样的理念是至关重要的 在于说两岸之间的关系由两岸来解决 这都是中国人自己内部的事 而如果是台湾方面想依靠美国对他支持 那么其实你就是在像孩子打架一样 你在外面找了一个帮手来回头打自己的兄弟 其实这样的做法是非常不可取的 你回头要和大家随时 说的 你看 感谢观看